華爾街電視正式開通會員制了 加入銀牌會員您的直播留言我們有恩必達 此外金牌會員還可以觀看專屬直播與主播近距離互動 如果您是鑽石會員的話 更可獨享我們特別製作的專屬節目 請點擊節目下方內容簡介中的連接 立刻成為華爾街電視會員吧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二月十五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呢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現在呢抗疫防疫已經成為中南海的頭等大勢 而習近平曾經就這項工作提出了很多要求 中國官方也去中共理論官方刊物最新涉及疫情的文章 就披露了習近平決策的內情 根據中國官方報導 在二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求是雜誌上 將刊發習近平在二月三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內容 相較求是以往刊發的都是習近平以前的文章 這一次發文速度之快可以說是頗為罕見 因為據習近平當時進行演講不足半月 那麼根據來自求是的報導呢 武漢疫情最早發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而習近平在講話中表示自己早在二零二零年一月七日 就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而從一月二十日開始他就此作專門批示 採取措施遏制蔓延勢頭 在一月二十二日他明確要求湖北全面嚴格管控人員外流 在一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部署動員防控工作 並且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那麼如果是從之前的公開報導來看 儘管湖北省於一月二十三日 也就是習近平對湖北提出明確要求的第二天實施了封城措施 但是仍然沒有達到習近平在一月二十日就遏制蔓延勢頭的要求 進而導致疫情進一步擴散至中國全境 截至目前三十一個省區市都已經失守 甚至在海外多國也出現了蔓延勢頭 而這恐怕也是湖北和武漢的一把手蔣超良和馬國強 被林鄭換將的根源 而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 對於那些不作為亂作為的官員 對於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官員 對於那些不會幹不能幹的官員要及時問責 問題嚴重的就要就義免職 所以也暗含了信息 就是湖北的官員蔣超良馬國強被免 原因也一定就是問題嚴重 不會幹不能幹 工作不投入不深入 甚至是不作為亂作為 而在二月三日的講話中 習近平還就疫情防控提出了諸多的細話要求 事後也被制定成具體的施政措施 包括官員懲處的標準不服從統一 本位主義嚴重 不擔當作風漂浮 推圍扯皮 失職獨職 而中紀委常委會則表態將懲處存在這些問題的官員 講話還表示要將湖北武漢視為防控的重中之重 而之後呢有大量的人員物資被輸送至湖北武漢前線 同時講話要求社區防控網格化管理 隨機也出現了封城暫時管制動作頻繁 最後呢習近平的講話特別提到北京 而後期呢北京也升級防控疫情級別 並且推出了多項措施 同時在講話中習近平還多次要求要提高收治率和治癒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 而此後呢湖北武漢乃至多個省份就改變了收治策略 便居家隔離為集中收治等 同時習近平的講話中特別提到要加強科研公關 核心技術公關可以搞接綁掛帥 英雄不論出處 誰有本事誰接綁 盡快拿出成果等等 而就疫情對社會穩定所產生的影響 習近平的講話中提到要維護正常經濟社會秩序 避免恐慌 維護醫療就職秩序 做好社會的全面穩定工作 特別是要加大警力 保持嚴打高壓 同時維護正常的交通秩序 而在宣傳領域 習近平的講話中提到要做好內外兩個領域的工作 對內要加大宣傳力度 消除民眾的焦慮和恐懼心理 強化險政 公開黨政軍防疫工作 以增加透明度 強化網絡語情監控 壯大正能量 管控網絡媒體 嚴懲藉機造謠姿勢之人 此外還要主動回應國際關切 加強溝通協調 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而對於經濟問題 習近平的講話中承認 疫情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了影響 在春節期間 部分服務業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並且表示疫情對經濟影響還會持續 這主要體現在加劇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困境 延緩投資項目 抑制內外商貿活動 就業壓力增大等等 習近平的講話中要求 要做到心中有數積極應對 首先就要堅定信心 不要被問題嚇倒 原文是中國是個大國 韌性強潛力大迴旋餘地大 同時他還提出很多要求 包括推動企業復工復產 強化金融支持 防止企業資金鏈斷裂 加快釋放新興的消費天力 其中特別是與5G有關的業務 而習近平還指出 這次疫情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一定要總結經驗 吸取教訓 同時還要健全國家的應急管理體系 補給公共衛生的短板 儘快出台生物安全法等等 而對此習近平還在二月十四日 專門為此舉行了最新一次的中央深改委會議 習近平表示野味產業已經對公共安全構成了重大隱患 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 他現在已經就問題做出了批示 要求取締和嚴打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 特別是要割除食用野味的陋習 習近平在最後還支持辦事的官員們 表現有一些地方出現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形象 特別提到有一些官員作風漂浮 不深入疫情防控第一線 甚至是對疫情防控的基本情況一問三不知 而一問三不知則顯然是具體指向 現在已經被免職的湖北黃康衛健委主任唐志宏 而另外隨著疫情的不斷發展 中國官場的諸多弊端也不斷顯現 現在有報導說疫情重災區 湖北省有一名退休官員感染病毒後 因為就診條件沒有達到廳級標準 拒不就醫 也引起了輿論不小的爭議 在二月十三日中國網絡有消息指出 湖北省司法廳的退休副廳長陳北楊一家三口感染了新冠病毒 拒不配合社區人員只以居家隔離引發了爭議 後來雖然同意就醫 但不願意坐救護車 由政府公務車來接送 根據香港當地媒體報導 陳北楊原來居住在武昌區的機關小區 春節前後一家三口被感染之後確診 當時醫療資源非常緊張 院方沒有辦法提供廳級標準的單人或者是雙人病房 陳北楊因此拒絕在院治療 開了藥就返回家了 而根據報導表示 陳北楊的夫婦和兒子從二月四日 從張家灣搬至湖北省委對面的桃山村機關小區居住 而在二月十二日本人還多次出門在小區內走動 二月十一日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被上報給了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而蔣超良在疫情防控會上專門提起了這樣的案例 並且責成武昌區委書記來督辦 在四日晚湖北省的司法廳社區人員警方還有醫護人員登門勸說五個小時 而陳北楊拒不開門 之後還提出要求 也就是廳級官員要住好單院 而且要與兒子同住一家醫院 同意醫院上門取樣 如果是陽性就走 否則就不走 而檢測後 社區在十二日晚給陳北楊住處貼上了封條 在十三日鄰居卻發現封條斷裂 當事人出門 之後呢住處又被貼上封條 而對於這樣的情況 鄰居就把此事舉報在武漢督站的中央指導組 在十三日下午工作人員再次登門勸導 經過一個小時的拉鋸站 陳北楊才同意去醫院 但是拒絕乘坐救護車 之後呢一定是要坐公務車前往醫院 而同時有關剛剛急速建成的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 現在的情況有了最新的消息 自從二月四日投入使用後 武漢的火神山醫院現在按照官方的說法 已經收治了超過千名新冠肺炎患者 而截止二月十三日首批七名治癒患者已經出院 雖然是在治癒病人方面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火神山醫院在二月十四日的一場大雨中 居然出現了漏雨情況 而中國網絡在二月十五日流傳的視頻顯示 醫院內部的走廊其實已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漏水情況 對於這一情況視頻鏡頭顯示 有不少頭戴工程帽的施工人員在現場查看 網絡上呢有一些幸災樂禍的聲音 但是也有很多網民說 僅耗時十天建成的火神山醫院 出現這樣的情況其實也是在所難免的 而官方最新回應表示 漏雨現象發生在雷神山醫院尚未交付的病區 目前施工方還在緊急搶救 根據官方報導 火神山醫院總建築面積達到超過三萬平方米 主要是求收治確診患者 一共有一千張床位左右 開設重症監護病區重症病區普通病區 並且設置了感染控制檢驗 特診放射診斷等輔助科室 在二月二日這樣的一個醫院正式交付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而當天習近平以軍委主席的身份 批准抽調一千四百名軍醫 於二月三日正式承擔火神山醫院的醫療救治任務 這些抽調人員來自聯勤保障部隊所屬醫院 以及先期抵達的陸軍軍醫大學 海軍軍醫大學 空軍軍醫大學 此外解放軍疾病防控中心 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所 一共有十五名專家組組成了專家成員 而郭媒指出 這些軍醫中有不少曾經參加非典義務 以及是援助塞拉里昂利比亞來抗擊愛博拉疫情任務 均有比較豐富的傳染病的救治經驗 而雷神山的相比叫總建築面積是六萬平方米 而床破也增加到了一千六百張 火神山醫院現在主體已經搭建完成 但是有些後續工作仍在進行當中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的漏雨 還是引起了人們不曉得擔憂 也就是急速施工下施工質量到底有沒有保證 到底會不會對醫療人員產生影響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主要內容 希望您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 正式開通會員制了加入銀牌會員 您的直播留言我們有問必答 此外金牌會員還可以觀看專屬直播與主播近距離互動 如果您是鑽石會員的話 更可獨享我們特別製作的專屬節目 請點擊節目下方內容簡介中的鏈接 立刻成為華爾街電視會員吧 華爾街電視正式開通會員制了 加入銀牌會員 您的直播留言我們有問必答 此外金牌會員還可以觀看專屬直播與主播近距離互動 如果您是鑽石會員的話 更可獨享我們特別製作的專屬節目 請點擊節目下方內容簡介中的鏈接 立刻成為華爾街電視會員吧 請點擊節目下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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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